买新车是成为车主最大的喜悦 一般情况下拿到新车都会去贴个膜 买各种车材小配件的 买不新车自然会特别小心 经常听到老一辈说新车不能开得太猛 必须要慢慢走好让汽车磨合 如果前一千公里开车太猛的话 会对引擎造成损害 相信网友们肯定听过类似的话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 究竟新车需不需要磨合 所谓的磨合期 是指新车由于引擎处于相当崭新的状态 不适于动力全开的运行 其实也指汽车的过渡期 所进行的磨合加工的过程 主要让各个零件自行调整 进入工作环境状态 在磨合期间零件会自行调整 将表面不平的地方磨去 逐渐变成光滑耐磨的表面 借此能承受一定的工作负担 降低新车的故障率 为何会有磨合一说呢 因为大部分老司机以前开的车 引擎需要磨合 变速箱每一档也需要磨合 加上当时的造车技术不及现在 所以需要车主们自行磨合好 让零件进入工作状态 如今新车大部分均经过 紧密的计算和配合 而进步神速的造车工艺 让零件的精密度提升 尤其引擎内部的气缸 都是经过磨合技术打磨的 让引擎本体已经处于工作状态 此外润滑油的技术也有所进步 现在的引擎润滑油和变速箱机油 对于金属的敏感度和保护性相当高 比起以前的润滑油有着更好的品质 最后造车技术的进步也降低了磨合的重要性 但你还是需要爱惜你的车 所以还是不建议一拿到车就踩地滑油 超载也会加速损坏车辆的零件受用 虽然说磨合的效用不大 但毕竟减身驾驶 还是可有减上天花的效果 就当做图个鲜鞍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